平时我们都是三位嘉宾 今天咱们奥运冠军来了 我们还给您多一份惊喜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让我们来看二号房间中还有哪位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来 掌声有请小培 陪昆伟是大来宾陈一斌的原队友 发响 二人在幼校时期共同受训比赛 见证了彼此一路的成长与蜕变 此次他惊喜前来 将带来哪些与青春有关的故事呢 我们是从小一起练的体操 大概我五岁 中间那就是他 右边这是我 一斌长得真是亲 你看小时候都一巴巴巴 对 好可爱 你一直没有混迹到国家队 你看我的身体条件就不太允许 为什么 就是身高身高比较高 然后练起来的话 就是体操就是自己和自己去运动 其实体操来讲 身高高做起来这么幅度大会更漂亮 但是相对来讲 对于难度又增加了 对于你的核心 对于你省根的能力要需求又更大 这个小培在你的印象中 你这发小是一什么样的人呀 从小他就是一个比较聪明伶俐的吧 在训练的过程中 算真话 是真是真的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教练一讲动作 就是一点就能透的那种 就是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强的 现在你在干什么职业啊 现在是一名银行职员 你的同事们知道你曾经是体操队的吗 知道 知道 知道你有一个国家冠军的 知道 知道 我也是偶尔是会跟他们去炫耀一下 我队友陈一兵奥运冠军 是吗 陈一兵 陈一兵 小的时候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你们那些小伙伴 最后走下来都是他一个是吗 对 他们算是为什么跟小伙伴们关系好 就是因为 其实他们算是最后比较晚的退役了 就是练到最后了 那为天津体操 其实也进到了最后的努力了 进到最后 对 他们都是比的全运会 然后不是每一个运动员 都能比到世锦赛奥运会 但是比如说全国的比赛 它也代表天津 然后我们一起为天津体操比赛 对 取得成绩 每次他去参加大赛的时候 你会在电视机前守着看吗 会会会 会提前地坐在那里 然后天津人 就是带着这种天津人的那种 骄傲 就那种感觉 那种寄托 那种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2012年的时候 一兵其实委屈了一下 那个事你应该很清楚吧 是是是 当时2012年的时候 陈一兵 其实他动作非常漂亮 完成得也非常好 但是各种因素 就在我们都认为他 肯定是冠军的时候 他自己也认为他是冠军的时候 宣布 其实另外的一个运动员是冠军 你当时着急吗 是 因为一套动作下来以后是 几乎是很完美了 而且就是他的对手呢 我去看是巴西的那种选手 从一些力量动作上面 落地上面 这个会扣分会减分的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 显得不太公平感觉 但当时你们肯定也特着急吧 非常的惋惜 因为他是本来2008年 可以退役的 他又坚持了四年 你自己做过运动员 你是知道 那坚持四年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放弃了很多很多 你自己做过运动员